这个老头看着平平无奇 实则是江湖少有的顶级高手 手中的青竹竿堪比锋利的刀剑 自创的游魂剑法更是天下无敌 只是老头早已隐退江湖多年 不问世事 但此次世子朱锦有难 遭大内侍卫追杀 老头生性善良 他不忍见朱锦落入虎口 便出手相助 这群官兵自是不愿放过二人 双方面不了一番打斗 老头武艺高强 这群官兵很快被打败 老头还不知道自己这一善局得罪了侵权朝野的太监大总官贵德海 九千岁贵德海把持朝政 连朝廷命官见他都要行贵败之礼 这天 一名厨子奉上一道秘制颅语的佳肴 厨师趁贵德海不备之时 拿出藏在鱼肚中的匕首 行刺贵德海 谁知竟被贵德海发掘 仅仅几招便将厨子杀死 贵德海撇了一眼匕首 便明白这把匕首是楚王的防身之物 随即他便来到楚王宫中 大声质问楚王 楚王被吓得战战兢兢 贵德海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毒酒 逼迫楚王喝下 一些自己满腔的怒火 随着皇妃带着太子突然到来 皇妃见贵德海所做的事情 便出面承担了一切 他怒骂贵德海结党淫私 败坏朝纲 贵德海侵权朝野 哪里会将手无兵权的皇妃放在眼里 便一掌击杀皇妃 并随手将太子赐死 楚王本是一名傀儡 见妻儿已是便挥刀自尽 贵德海不慌不忙对外宣称 楚王因病驾崩 皇妃和太子自愿殉葬 但贵德海并未善罢甘休 随即他下令秘密除掉皇子朱锦 但朱锦在宫外并不知事情内幕 这日他还像往常一样出门 忽然听见一名女子焦急的大喊 张才的老头抢走了自己的孩子 单纯善良的朱锦慌忙追上 别看老头年纪虽大 体力倒是极好 朱锦养尊主优 缺乏锻炼 跑得气喘吁吁 但仍不放弃 一路追老头至荒郊野外的破庙中 他发现老头正怀抱着小孩在玩耍稀闹 朱锦躲在草丛后听见老头在自言自语 自己已经是尼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还要帮别人 朱锦满脸疑惑正要上前询问 这时刚才那位女子出现 将朱锦带到老头面前 女子正是老头的侄女 孩子也是老头的孙女 女子向朱锦道清事情的来龙去脉 朱锦此时才明白老头的良苦用心 这边女子将朱锦刚藏好 贵德海派的大内高手便循着踪迹赶来 围首的大胡子追问老头关于朱锦的下落 老头大笑不说话 这群大内高手哪里会将年迈的老头放在眼里 拔剑便要静庙搜查 谁知老头竟是个高手 手中的青竹竿堪比刀剑 一杆子将闯进庙的大内高手打翻 众大内高手见词不敢轻敌 慌忙将老头围住 高手一出手 就知有没有 只见老头分分钟将一群高手打得落荒而逃 大胡子慌忙将这一切禀告给贵德海 贵德海得之后 随即明白老头就是竹林高贤 清竹嫂 他早已隐退江湖多年 如今重出江湖 定是他将朱锦藏匿起来 贵德海明白 清竹嫂武艺非凡 便派出大量的追兵 是要将朱锦抓获 斩草除根 这边 清竹嫂将楚王被害的事情告诉朱锦 朱锦一路跟着气不成声 旁边的侄女看不下去 出面请清竹嫂传授朱锦武艺 清竹嫂想到朱锦心地善良 又是狭义心肠 便不再推辞 清竹嫂提醒朱锦快速离开这里 贵德海不会善罢甘休 天色一晚 几人步行到一家客栈休息 殿小二将茶水准备好后离开 清竹嫂便在房间内四处检查 确认安全后带领朱锦去隔壁房间住下 这边 侄女刚把小孩放在床上 转眼间小孩就消失不见 清竹嫂赶忙追去 发现客栈外面不满追兵 孩子被殿小二拽在手里 当作人质交换朱锦 朱锦知道此事皆因自己而起 感谢清竹嫂的救命之恩后便走向马车 正在这时 一个粗壮汉子迟到出现 他是侄女的丈夫 名叫吴春 他挟持大胡子 让清竹嫂带着女子 孩子和朱锦趁机离开 贵德海得知事情真相后 气得直拍桌子 下面的命关键后 给贵德海处理一个计策 照告天下 朱锦是个极有孝心的人 自问在楚王林前 这样 朱锦即便活着也没多大用处 正在这时 小太监拿着一个老者的信物进来 禀告有人求见 贵德海打开手帕 见到半截玉佩 脸色忽变 原来 二十年前老者的女儿月仙未婚仙月 怀了贵德海的骨肉 族人无法容忍一个哑巴姑娘大肚子 要将月仙绞杀 老者无奈 只得带着月仙逃到虎头山下 盖一座茅屋住下 他们的女儿燕燕 出落得美丽大方 燕燕每日都想要找到爹 老者说的声泪俱下 替自己的女儿打抱不平 贵德海在旁边再三确认事情的真相后 暗起杀星 老者提醒贵德海应该去看看他们母女 话音还未落下 贵德海便提见将老者杀害 只因老者知道贵德海太多的秘密 贵德海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随即派身边侍卫 去虎山下将月仙母女杀掉 这边 月仙缠绵病榻多日 他拿出藏身的手帕给燕燕 其中就有半截玉佩 此时的燕燕还在憧憬爷爷找到父亲和父亲相见的幸福画面 殊不知危险已经悄然来临 四名大内侍卫乔装打扮成村夫 闯进屋里 将躺在床上的月仙杀害 眼看燕燕也要惨被砍死时 一个手持轻竹竿的老婆婆出手相助 别看她年纪虽大 出手却是毫不留情 仅凭一根竹竿便将四名高手斩杀 燕燕此时真的成孤儿 老婆婆见她孤骨无一 便将她带回家中 原来老婆婆和轻竹嫂是夫妻 二人物工不相上下 彼此也不服气对方 朱瑾拜清竹嫂为师 清竹婆自然不甘心 便收燕燕为徒 时间过得很快 燕燕冰雪聪明 在老婆婆的调教下进步得很快 这天 燕燕和朱瑾在一起鄙视武艺 朱瑾竟中了燕燕一掌 弟子落入下风 清竹嫂憋得满脸通红 她集中生智 暗中指挥一招游魂剑法 朱瑾献学献用 瞬间反败为胜 老婆婆刚还开怀大笑 此刻黑着脸 两人也是大半辈子的父亲 这一招游魂剑法 她都不知道 清竹嫂慌忙便捷 这是她的独门绝学 不轻易是人 朱瑾和燕燕在一起练武生活中 渐渐暗生情愫 这天 二人骑马进城 给老婆婆买东西 朱瑾无意间看到贵德海在众人的保护下走下马车 朱瑾一时间报仇亲切 便甩出随身的肥刀 身着官服的人便中毒身亡 回家朱瑾将杀死贵德海的事情告知清竹嫂 久经江湖的她便猜测 这是贵德海的奸计 贵德海怎会轻松被杀 贵德海应该是找个神似自己的人 目的是为了引出朱瑾 清竹嫂慌忙让侄女带着孩子躲开 她和老婆婆 燕燕 朱瑾离开家 清竹嫂猜得没错 大内高手很快便追到家中 家中已空无一人 贵德海一记不成 又生一记 使徒四人来到城中 清竹嫂交代朱瑾 先去查看敌人的趋势 再做打算 老婆婆让燕燕一同前去 彼此有个照应 二人随即出发 晚上朱瑾表示要夜叹皇宫 燕燕要求通行时遭到朱瑾的拒绝 只是朱瑾前脚刚走 燕燕便尾随后面 朱瑾对宫内门禁非常熟悉 但燕燕出入皇宫 一不小心便被贵德海巡查时发现 侍卫们在燕燕身上搜到半块玉佩 贵德海看见后便知 燕燕是自己的亲生女儿 贵德海向燕燕表明身份 燕燕辛苦找跌20年 如今见到自己的父亲抱着大哭起来 贵德海谎骗燕燕 燕燕已经因病去世 燕燕对贵德海的话深信不疑 而贵德海呢 则是为了利用她除掉朱瑾 贵德海阴险狡诈 她谎称楚王和贵妃不是她杀害 而是别人诬陷她 并假人假意称 她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寻找朱瑾 她还拿出一个宝盒给燕燕 请燕燕带回去给朱瑾 并再三交代必须得朱瑾亲自打开 否则就犯了欺君之罪 燕燕满心欢喜 拜别贵德海 回到小破庙见到朱瑾 谁知当朱瑾打开盒子时 一个癞蛤蟆忽然蹦到朱瑾脸上 随即朱瑾脸色变轻子 呼吸困难 只能发出微弱的声音 要水喝 燕燕羞愧不已 慌忙去外面找水 只是院中的水缸里面全是毒蛇 无奈 燕燕只得跑向外面寻找水 谁知迎面走来 贵德海派来的大内高手 燕燕此时已经明白中了贵德海的奸计 拔戒便要为朱瑾报仇 燕燕经老婆婆的调教 武艺大有长进 只因自己粗心大意害朱瑾 出招更为伶俐 很快便将这群人全部斩杀 而这边 朱瑾因为口渴难受 爬滚着出来找水喝 她看见院中有一口大水缸 不知道实情便拿石头砸缸喝水 谁知 朱瑾喝完水更难受了 直接昏死过去 燕燕解决完那群人 取水回来 见到躺在地上的朱瑾哭得气无成声 过了一会儿 朱瑾竟醒了过来 原来是喝了被毒蛇污染的水 以毒攻毒 但燕燕却是愧疚不已 两个年轻人经历此事 心贴得更紧了 桂德海计划失败 便广招天下武士 打擂台比武 朱瑾和燕燕混在人群中 燕燕和一个年轻小伙大战几十回合 年轻男子不敌被燕燕刺中一剑后 桂德海便派大胡子前去 大胡子亲自上场和燕燕鄙鄙视武艺 燕燕毕竟是女流之辈 不过几招便被大胡子的长剑指指咽喉 关键时刻 朱瑾即使出现 你们都受了桂德海的威逼 我是存心谋反 小王今天前来 势必诛此逆贼 常言道 冤有头 债有主 当人当鬼你们自个选择吧 在场的各位将士 无一人敢轻举妄动 桂德海脸露蕴色 提剑亲自上场 朱瑾是个初出茅庐的小子 哪里是桂德海的对手 不过几招 朱瑾便落入下风 关键时刻 清竹所和老婆婆出现 清竹所提醒朱瑾用游魂剑法 只见桂德海面前出现道道剑光 虚虚实实的剑影 晃住桂德海的双眼 桂德海一时间不知如何应对 忽然朱瑾从他背后出现 给桂德海一剑 桂德海大意轻敌 只得慌忙逃离 朱瑾紧随其后 定要将桂德海斩杀 眼看大仇即将得报时 燕燕突然出现 挡在桂德海面前 谁知桂德海猛推燕燕撞向剑间 桂德海趁机拿起宝剑杀向朱瑾 燕燕此时才明白 在桂德海眼中 自己只是一个工具 她强忍疼痛 拔出宝剑扔给朱瑾 朱瑾这时不顾命杀向桂德海 她趁机打飞桂德海的剑 又奋力一踢 长剑刺中桂德海要害 朱瑾大手得报 但却永远失去了心爱的姑娘 朱瑾大手得报